在佛法里面 修极功德不容易 修福容易 功德怎么不容易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叫活烧功德里 是不是活发脾气 脾气一发 功德全烧掉了 就没有了 那么你想想看 你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 如果是昨天发脾气 你的功德只有发脾气之后 到现在这个事情 那今天再发一下又完了 修一身的功德 临终发一顿脾气全完了 说是我们这个痴迷念法 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 那这事也是难心道 那也不是一心道 所以他这个事是很有道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就看这一念 能不能相应 念念本来是相应 哪有不相应的道理 那为什么会不相应呢 我们这个里面 缠杂着怀疑 颤杂着妄想 分别执着不相应 真正能把分别执着放下 就相应 能够把妄想断掉 也就是不起心不同念 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那就余满地相应 跟长级光相应 长级光里面诸佛如来 那在我们这经上所讲的是 那是妙觉 那个境界是语言说不出来的 我们的思想达不到的 言语道断 心心出灭 是那么个境界 这是妄想断 我们不但 这个阶层 达不到 就是最低阶层 阿罗汉 我们也做不到 不但阿罗汉做不到 四亿心最低的 是识心位的粗心位 小陈教的虚托凡 是四亿心最低的 你只要证得这个国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再凡神通俱途了 再方便于一图 他有能力 断身界 边界 剑取剑 剑取剑 斜剑 他能把三界 八十八平贱货 断掉 正小陈虚托凡 施性菩萨的粗心菩萨 有几个人能做到 我在这些年当中 常常劝导大家 也在勉励自己 真正放下自私自理 放下明文理 放下五欲六成地享受 放下贪嗔痴 我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这是不是能入门呢 小陈入门是虚托凡的 大陈入门是粗心为菩萨的 我老实告诉大家 没入门 只在门口 我这十六个字 你真正做到 你到门口了 没入门 那入门呢 那要佛经上这样的条件 这十六个字比较容易 这十六个字做到 是福烦恼 真的能往生极乐世界 是凡圣通知徒 这十六个字做不到 就是你念佛往生的障碍 障碍不在外面 外面没有任何力量能障碍 在佛法里面 修极功德不容易 修福容易 功德怎么不容易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叫活烧功德里 什么时候活发脾气 脾气一发 功德全烧掉了 就没有了 那么你想想看 你上一次发脾气 是什么时候 如果是昨天发脾气 你的功德只有发脾气之后 到现在这个世界 那今天再发一下又完了 修一森的功德 临终发一顿脾气全完了 那功德是什么 功德是定辉 脾气一发定没有了吗 定没有了 会就跟着没有了 谁能够把你的功德破坏呢 是自己 你离冤亲债主 没有办法破坏你的功德 他会煽风 他让你发脾气 你很听话 你叫我发我就发 他叫你烧你就烧 他烧不了你 他叫你烧 你很听话 就把你的功德烧掉了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你要不肯烧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所以你不听佛的话 你听魔的话 你听冤亲债主 听药木鬼怪的话 那你就吓得 功德在顺利境界上都不动心 顺利境里面一起贪心 功德没有了 那逆境里面深一点晨晦 功德就没有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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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